花蓮市与日本宇纳国丁成为姐妹市至今已经40年 两地政府今天下午分别在中流公园 以及岛众公民馆透过视讯同步举办地盟40周年的纪念仪式 并为异象装置约定节目 这座戒指造型的异象装置坐落在中流公园 呈现两室的彼此交流圆满相容之意 请剪裁 谢谢 我们约定两姐妹的情迷 波加坚表示 亲身感受两地虽然相隔110公里 但紧密联系彼此的情感 而在今年10月双方国境尚未完全松绑的当下 他突破重重的困难再度造访宇纳国丁 并且与丁长以及议长等人 一同在当地种下友谊之树 内心的感动无法以言语来形容 与纳国丁来访问团交流 还有关心我们花莲发生的地震 也来捐款 在此我非常非常感谢我们与纳国丁的所有 乡亲还有政府机关的伙伴们 在与纳国丁的中学小学业旅行 一定来到花莲 感受花莲最在地的原住民文化 还有在地的美食小吃 我也更谢谢八重山广域寺 多次率团来参加花莲的太平洋重骨马拉松 我们两地在文化 在教育 在体育 在各个方面的交流 都实在非常非常的密切 也成为最亲密的朋友 日本与纳国丁长也表示 花莲与纳国丁长期以来 在广泛的领域里建立了关系 包括交换技术家庭 派遣中文老师 以及国中小学生 境外旅行等 而花莲市在遭逢强政 与纳国丁发生雨灾等等的情况之下 彼此之间更是相互支援 展现出姐妹室之间的关怀 与纳国丁长 花莲市姉妹都市締結 40周年記念 出展の開催にあたり ご挨拶申し上げます 本日ここに お会い者 支援 花莲市長をはじめ 多くの関係者の皆様とともに 与纳国丁长 花莲市姉妹都市締結の不締めを 祝うことができますことを 大変嬉しく思います 与纳国丁在这次40周年 庆祝活動 特地準備了有意义的纪念品 除了40周年的纪念酒之外 还包括当地居民彩繪雨花 40周年纪念插图的环保袋 以及天然木製作的环保块 象征兩地居民共融共好的情感 記者凌桀花莲市採訪不到 以上で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